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夹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所以这个经文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 我们世上的一切征战背后 其实都是有一个在灵界的征战 我们用眼睛看不见 但是它确实存在 并且会很直接的影响到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种种事情 另外一节经文是耶稣基督 亲口说的就是在约翰福音18章36节 耶稣回答说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我的国若属这世界 我的臣谱必要征战 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 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这个是耶稣基督说的 那他说的很清楚 他有一个国 而这个国不是属于物质的世界 也就是说是一个属灵的国度 那为什么要选择两个经文 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上个星期正式开打的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 那么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我们在这个话题上面 已经做了四个长的节目 都超过一个小时 其中有一个节目还一个小时45分钟 两个节目是在正式开打之前 还有两个是在开打以后做的 那我们从这个节目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有就是一直都是表示 我们是谴责俄罗斯全面侵略乌克兰的 一直都是这个立场 我们也认可乌克兰他自卫反击 那就像这个不管什么原因 这是我的家 如果有邻居要来闯入我的家 那我们当然是应该要来保卫 我们自己的家园的 那任何邻居要闯入我们的家 那他都是错的 他都是犯法的 我们绝对认可这个立场 那而且呢 我们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来 从这个属世和属灵的层面来看 就是说俄罗斯他攻打乌克兰 他是一场属世界的战争 所以凡是属世界的战争呢 他拼的就是军事的力量 那要讲就战略和战术 那这个争战里面呢 也包括信息战 还有心理战 还有呢 大家要抢占一个道德的震荡性 所以这个普京在发动战争之前 他都会向他的人民讲一番话 来证明他打这场仗 是有道德上面的震荡性的 那尽管其他人可以不认可 那但是他认为这个是对的啊 所以我们也也请到了 龚小夏博士来解释一下 普京的这个说法 他到底在想什么 他以怎么样的一个理由 来发动这场战争 那任何战争 这个地面上面的战争 他的结果呢 就会是可能一方就 胜利的一方就占领了另外一方 那也有可能是双方谈判 最后呢达成条件 所以不管是怎么样啊 是在军事上面取得胜利呢 还是靠谈判呢 谈条件 那都会是牵涉到领土的范围 或者在政治上怎么样战边 谁跟谁结盟 还有就是牵涉到直接的经济利益 还有就是人民的安全 那这些呢 都是一般地面上面的战争 这个世界的战争所带来的结果 那这个呢 这一次的俄罗斯和乌克兰 这两个国家的战争 那表面上 它就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 在世界上物质范围里面的争战 但是呢 所有的战争 它背后其实也是会有意识形态之争的 这个意识形态 那么它就超越了国土和军事力量 其实说穿了背后就是属灵的力量 我们从圣经里面也看到呢 在灵界它是有征战的 所以呢 就是有属灵的力量之间的一个博弈 那俄罗斯和乌克兰 它是不是就是代表着属灵的善恶双方呢 当然不是啊 不是说哦 因为现在都有这种善恶二元论 你支持俄罗斯 那你认为俄罗斯是正义的 去讨伐乌克兰背后的深层政府 所以俄罗斯是正义的 另外一边呢 就说不是乌克兰保卫家园才是正义的 俄罗斯是邪恶的 所以一定要分善恶 在我看来不是这样分的啊 所以俄罗斯和乌克兰 他们双方都不是什么善背呀 也都不是什么恶 他们就是我作为我的家 我当然要保卫我的家啊 那另外一个入侵的 他也找到他认为很合理的理由 他们双方都有双方的立场 都不能说是任何一方就是绝对的善 或者绝对的恶 那谁才是善谁才是恶呢 是不是这个世界就没有善恶呢 当然不是了 其实我们就知道 主耶稣就是绝对的善 而魔鬼撒旦就是绝对的恶 所以善恶之间是有这个属灵的征战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从这个俄乌之战来看属灵的征战呢 好那我们看怎么样叫做属灵上面的正和邪 主耶稣他当然就是正的一方 他是圣洁的 他是创造的神 那么所以主耶稣 属主主耶稣的那一方 那他肯定是要维护保持神所创造的秩序 要合神的心意 要荣耀神的名 那神所创造的秩序包括自然律 比如说这个很简单的男女性别 这个就是神所设立的男女性别 男人是男人 女人是女人 各有各的职份 然后男女呢 要在一起组成家庭 要有婚姻 婚姻组成家庭 繁衍后代 还有呢就是要勤劳工作 是吗 人犯罪以后呢 就是要在田里面流汗 才得以虎口 所以人就是要工作 那这个就是一个自然律 符合神的创造的自然律 这样的一个世界 还有呢就是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 所以个人的自由 人权也是很重要 所以个人的自由 是最基本的自由 包括什么 就是言论的自由 良心的自由 思想的自由 那我就可以把我的良心 和我的思想发表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言论自由 那么这些呢 是符合神的心意 符合神所创造的人的形象的 那这个是属主耶稣的 是正的 那另外一方 就是邪灵 魔鬼那一方 那魔鬼那一方 他永远都是要来 拆毁上帝所创造的 他要羞辱上帝 他要抢夺上帝的权柄和荣耀 所以他一定是从神的创造那里呢 来搞破坏 所以他就要搞男女性别混乱 说什么没有什么男女之分 而且从很小开始呢 就可以搞变性 动变性手术 然后男的可以去参加女性的运动 所以把一切都搞乱了 性别一乱呢 你的传统家庭也就被拆毁了 什么两个爸爸 两个妈妈 所以这种就传统家庭就开始奇迹可危了 还有那种 那个女权运动也是 斥责婚姻 说婚姻就是禁锢女性的 所以就鼓励女性呢 就不要婚姻啊 所以就是传统家庭 就受到了很大的 很大的这个威胁 还有呢 把人神所创造的 应该是平等的人 按照种族来分等级 如果你是白人 那么你就有原罪 你现在就低人一等啊 如果你是黑人 那么你就高人一等 因为你曾经啊 你的祖先被奴役过 还有呢 个人自由 强制打疫苗 我难道不可以选择 要不要打疫苗 不可以 你不打疫苗 可以 你可以不打 不过你就会丢了工作啊 你就不可以去这里 不可以旅游 不可以那样 还有呢 就是压制言论自由 压制言论自由 其实就是压制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 因为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我不可以说出来 一说出来呢 我可能在社交媒体上面被封号 被删帖啊 像川普总统就是这样子 还有很多支持川普的人 都是在言论自由上面受到打压 甚至现在也是 好像某一群人 他甚至不能不骂普京 如果你不骂普京 那么你就是在支持独裁者 你就是邪恶的 你就是坏人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压制言论自由和良心自由啊 还有呢 就是没有了law and order 打砸抢烧杀 只要你是黑人 你犯再多的罪 被逮捕一百多次 还要再放出来 完全就是对某一个族意来说 就没有law and order 那所以呢 这个随随便便便便铺就可以进去抢夺东西啊 所以太多太多这些呢 都是在拆毁上帝所创造的一个应有的秩序 在打压或者搅乱上帝所创造的自然法 那这个肯定就是属邪灵的 是不是 好 那我们再看回普京这个人 他是 他可以说是代表哪一方呢 我们看到他有政治上面的野心 他要扩张他的政治力量 也就是说 他在地上的国是有野心的 他想要有更大的势力范围 OK我们看到 那是好还是坏 当然是坏的是凶恶的 但是他的凶恶仅属于地上的国土 他有民族主义 他有他的政治野心 可是都陷于地上的国土 那我们来看看他的对手 他的对手乌克兰 乌克兰是地上的对手 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到乌克兰背后的力量 现在在抵挡普京 在那里责骂普京 想要消灭普京的那一股力量 是怎么样的力量 所以这个被乌克兰 在支持乌克兰背后的那股力量 我们就很明显可以看到 那是欧美的政治势力 伪总统那个拜登 还有就是加拿大的土豆 土豆泥 还有北约的这些政治领袖 还有呢就是所有的主流媒体 还有索罗斯和这些金融的金英明 达沃斯的精英们 这些是谁 这些我们都看得出是极左的一股全球化的力量 他们的野心不是国土 他们所推动的是跨越国家领土概念的这种全球化大政府的理念 所以他们不屑于抢夺国土 他们是要做意识形态上面的控制 就是说他们要控制一个人的内心思想 来挟制人的良心自由 所以呢他会以道德来攻击那些不愿意打疫苗的人 那本来我不打打不打疫苗 这个是个人自由 可是他就以道德来挟制 除此以外呢 还用这个政治权利 不让你旅游 不让你得到应有的一个作为公民的一些起码的权利 你不能够好好的去工作 你不能够进入一些公共的场所 那这个强制疫苗就是挟制了个人的自由 还有啊 他不鼓励勤劳工作 他以高福利啊 借着疫情啊 也发放更多的高福利呢 来鼓励人懒惰 不要靠双手勤劳工作 来养家糊口 还有呢 就是鼓励变性 他甚至欺骗很多这个心里有阴影的年轻人 只要你变了性 你的生活就可以得到改变 结果很多年轻人动了变性手术 当然更糟糕了 你的身体就再也不能逆转了 结果自杀率就更高 这个真的是在拆毁生命和吞吃灵魂啊 所以你看这一股极左势力 他不是来挑战国土和政治力量的 他真正要挑战的不是地上的东西 他要挑战的是神所创造的自然法则 他要羞辱上帝 他要挑战上帝的那个属灵的最终的权柄 所以这个是一股最邪恶的邪灵的力量 那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属灵征战 这个就是站在乌克兰背后的这个属灵的力量 我不是说乌克兰本身或者那个泽连斯基 他就是一个邪灵 不是的 当他们在保卫自己国家的时候是正确的 单单看那件事情是正确的 但是魔鬼撒旦他会使用普京 他也使用乌克兰 他使用地上的力量 在做这个属灵上面的争夺和较量 所以我们不支持俄罗斯的入侵 我们一再强调 我们不支持 我们谴责 但是我们看到站在俄罗斯对立面的那一个更邪恶的邪灵 恶者敌基督的势力 所以俄罗斯他也是恶者手中的工具 他要挑起人民之间的争端 所以圣经说到了末世 国要攻打国 民要攻打民 这个确实是俄罗斯挑起的 所以他确实是邪恶的 而且当国攻打国的时候 民也开始攻打民了 你看我们远在 我远在新加坡 远在北美 大家都开始在打口水仗了 所以民在攻打民 不管是身体肉体上面的攻打 还是用网络上面的攻打 确实他挑起了很多很多的分裂和仇恨 所以我们是要用理性来分析现状 我们要从表象看到更深的本质 看到圣经早就已经启示我们 告诉我们的真理 所以我们坚定要站在哪里 我不打算站在普京这一边 他是邪恶的 我们也不要站在乌克兰这边 因为他被邪灵绑架了 我们要坚定站在耶稣基督这一边 来对抗邪灵 对抗这个全球化的进程 对抗敌基督势力的扩展 其实老实说 我们支持谁都改变不了结果的 因为一切结果是在上帝的手中 我难道 我如果假设我真的支持普京 普京好 普京好 那普京就会赢了吗 那我支持乌克兰 乌克兰正义 乌克兰正义 那乌克兰就会赢了吗 那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的 我们的选择只能影响我们自己 因为有一天我们要站在审判台前 向上帝交账 我们今生做出了怎么样的选择 我们是站在敌基督那一边 还是站在耶稣这一边 所以我们影响不了世界局势 一直都在上帝的掌控当中 但是我们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 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 我作为基督徒 我最希望看到的是神的名被高举 而不是被收辱 我最希望看到神的心意成全 而不是神所创造的法则被践踏 被破坏 作为基督徒难道你不是吗 即使不是基督徒 难道你不希望一个传统的正常的价值观 可以起码不受到加快的践踏 所以我一再重申 我没有支持普京 但是我们可以理性的分析普京的想法 分析一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然后我们分析按照这样的进程 会达到怎么样的结果 怎么样才会是更加合神的心意 神厌恶的是什么 神喜悦的是什么 我们祈求最终的结果是 我们希望看到神的名被高举 我们看到我们希望敌基督不要得逞 不要让他可以借着人的手来羞辱神的名 来破坏神的创造 所以这个是我最看重的 当然我们要为乌克兰人民祷告 神也愿意看到我们连续那些同情 那些受伤害的人 那些弱势的人 所以我们要为乌克兰人民祷告 我们希望战火使他们看到人间没有真平安 谁都信不过 你以为北约美国这些政客们 他真的会关心乌克兰人民的自由和安全吗 他们连自己的人民的自由都要剥夺 自己人民的安全他们都不在乎 在那个疫情期间明明有有好的药 他们也不要去推 而反而去推动那个毫无作用的 或者起码我们看到没有帮助抑制疫情的这个疫苗 他们就去推 他们其实不在乎人民的死活的 所以难道他们真的会在乎乌克兰人民的死活吗 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背后的力量 他的动机他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最终是希望乌克兰人民也看到 谁是真正爱他们的 那就是为为罪人舍命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希望战火最终是使乌克兰人民和世界上的人民 看到人间没有真平安 没有正义的力量可以在人间去投靠 唯有投靠耶稣基督 唯有在耶稣基督的光明国度里 才有真正的平安 所以我们要站队吗 我们唯一要站的就是耶稣基督国度那一边 来抵挡这个邪恶的敌基督的势力 好 这里是玄经问道 我是雨林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